江泽民同志 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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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做到非常大的贡献 因为今天是一个全国悼念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的学生去参与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国民教育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让学生们去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或者我们执政的一个经历 让他去从中建立一个 我们所说的国民身份认同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今天我们来着悲痛的心情 来调量追到江泽民团队 心情切切是非常悲痛 我们就组织一些义工的会员 包括市民来这边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市民 很多的基层的义工朋友 他们都很有心 他们都很希望可以参与 今次的江泽民前主席的一个悼念仪式 所以我们特意在我们的会所 这里举办了一场 希望可以表达大家 对江泽民前主席的一个心意 江泽民前主席是对我们 特别是我们这一辈的香港人 是一个影响非常深的领导 所以我们对于江泽民前主席的一个感觉 是非常之亲密 对于今次江泽民主席的一个利势 我们是非常之伤心 和好像一个亲人的利势一样